Mine生活快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TVB许多女星都是港姐出身 经过港姐的选拔 意味着她们已经有美貌与人气加持 混娱乐圈的起点自然比一般女星高 但也有许多港姐出身的女星 早早的就宣布退圈 光芒万丈的开场黯淡的离去 许子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04年许子山参选香港小姐并获得冠军 一年之后她又代表了香港地区 代表参加国际华裔小姐的竞选 也是获得了荣誉 许子山进入演艺宣后 出演了唐新风暴 雷霆早读等TVB的热门剧集 不仅如此 她还发行了自己的EP 拿下了2009年度十大竞歌金曲奖 从影视圈再到歌坛 许子山成了炙手可热的女艺人 因此她和钟嘉欣 陈法拉 胡信尔 杨怡一同被评为TVB五大花旦 许子山在事业上如日中天 感情生活上也是评出绯闻 她虽然之间单身 但是却和多位男士传出过恋情 她和TVB男艺人吴卓曦传出过绯闻 两人因拍摄法城先锋产生了感情 吴卓曦曾豪车接送她出行 许子山似乎很爱音隙生情 她与林峰也曾因为拍戏擦出火花 无论是吴卓曦也好 林峰也罢和许子山传出绯闻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都是单身的状态 算是正常 最糟的是 许子山还曾和有女朋友的男星 传出过绯闻 2005年 黎明主动邀请她拍摄广告 港媒还时不时的传出 黎明送许子山好礼的新闻 当时黎明和乐际儿正在恋爱中 2010年 许子山被爆出和TVB高层 渴望陈国强关系不一般 陈国强是有父之父 许子山绯闻缠身 引起了诸多争议 她还因为在电台节目中说错话 被TVB的高层血藏了一段时间 险些被封杀 2019年12月 许子山宣布退出娱乐圈 当时许子山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引起了一番轰动 有人不舍 有人唏嘘 当时她输出了自己的退圈原因 她坦言自己对于艺人的身份很无奈 艺人的身份 她每天都想戴着面具工作 为了形象 每天要花费两个小时化妆打扮 即使是脸上生了一颗暗窗 也好像都是自己的错 许子山还自称自己会去国外定居 尽量的不再回香港 她把彻底退出娱乐圈 全身心的投入学习 当成是送给40岁自己的一份礼物 近日 许子山在香港被拍到 原来她目前并未离开香港 或许是受到目前的形势影响 不能尽快的出国 照片中 许子山现身超市购买生活用品 她身穿简单的白T 戴着牙手帽和墨镜 并没有佩戴口罩 许子山看起来瘦得有些过分了 她的腰部纤细 隐隐隐一卧 以往身材傲人的她 如今就算穿着紧身衣物 也显得有些干瘪 她背过身子挑选商品时 更加瘦得过分 背部十分单薄 像个纸片人 当天 许子山在超市逗留了许久 慢慢悠悠地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 似乎有意享受 撇去明星光环后的悠闲慢生活 走出超市时 许子山手里提着两大包的商品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笑意 应对记者的采访 她则一律回答谢谢 并未多说什么 许子山在娱乐圈中摸爬滚打多年 经历了辉煌岁月 也经历了惨淡时光 最终她选择退出娱乐圈 准备寻找自我 丢弃了浮华的圈中生活 选择过自己甜淡的日子 也不失为一种智慧啊 人生处处是风景 希望许子山接下来的人生路 能够走得顺畅愉悦 今年的平安夜TVB的 五花蛋之衣的胡信尔 晒出了全家服 一家人穿着酷起的亲子装 一副幸福女人的样子 而同样是五花蛋之一的 许子山啊 却选在这一天 宣布退出娱乐圈 钟嘉欣 陈法拉 杨仪 胡信尔 许子山 这五位花蛋 曾是公认的 最成功的花蛋接班人 随着TVB时代的没落 在他们之后 恐怕也是再无当家的花蛋了 如今 钟嘉欣 也是有了幸福的婚姻 儿女双全 陈法拉也再婚 法国男友 杨仪也是嫁给了圈内人 罗宋千 正在积极的备孕当中 四位花蛋 都有了自己的情感归宿 只剩下许子山 感情动向 还是个谜 五光十色的娱乐圈 让很多人挤破了头 也要想闯出去 也让很多陶醉其中 不愿意离开 TH有明星啊 曾公开的表示 要退出娱乐圈 但是 要么还在娱乐圈的边缘 进进出出 要么利用娱乐圈的人脉经商 或是转型幕后 多多少少都还可以继续 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 没想到 许子山的退圈会这么彻底 他不再去内地发展 也不再像其他的TVB明星一样 去演舞台剧 这一次的他说退就退 还说啊 自己卖掉了好车好宅 打包好所有的东西 去欧洲念书 一个40岁的女明星 不演戏了还能做什么呢 一个女人的40岁 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其实除了演戏 许子山呢 还会很多技能 不管做什么 相信他都能做得很好 香港出生的许子山 从4岁就开始学习芭蕾舞 如果不身后来脚踝受伤了 他或许啊 会成为一名舞蹈家 在离开TVB后 他曾签约了王祖兰的经纪公司 还参加过内地的综艺 新武林大会 虽然后来被淘汰了 但是呢 还是可以看出 他的舞蹈功底的 除了芭蕾舞 Hiphop Jazz 还有萨尔斯舞 钢管舞 阿根廷 Tango等 没有他 不会的 许子山还有很强的语言天赋 他很早就去美国念书 在加州大学学习市场营销 期间还学习了日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英语 自然也很好了 后来回国发展后 他又从头开始学习汉语拼音 很快国语和粤语也都说得很流利 如果不说后来参加了选美 许子山也会像一个精英白领利人 他曾在九龙湾的写字楼里做过翻译 和市场营销类的工作 参加选美时 许子山有一些欧化的外形 还曾被很多人评价为最丑的港姐 确实初看许子山有些狐媚眼 眉毛轻挑嘴唇厚 脸盘有一些大 这与精致的东方美哥哥不入 尽管一开始不被看好 许子山依然是那一届选美的最大赢家 凭借自己的高学历语言优势 出色的舞蹈才艺 以及表演的天赋 当年他艺人包朗了香港小姐冠军 修身美太奖 最上进小姐 以及国际青山小姐四料冠军 可以说是横小千军 那一届还是刘德华亲自为他颁的奖 一时风光无限 除了演技可圈可点 其实许子山还是一位很棒的歌手 2009年他还进军过乐团 并发行了首张EP Kiss Me Kat 并且获得了2009年度 十大金歌兼曲 最首欢迎新人奖金奖 与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金奖 这个成绩也很不错了 就算不再演戏 他还可以从事心理学 又或者是去做一名珠宝设计师 其实还没有离开TVB时 许子山就已经开始 为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了 还一直在修读心理学 以及珠宝设计课程 还获得了心理学术士 这一次退出娱乐圈 他也希望能够继续进修 去攻读博士学位 这极大的鼓舞了他的积极性 加之其与王祖兰公司的合约已满 许子山打算认真地规划一下未来 几经思量 最终选择放弃经营许久的演艺事业 所以许子山并不是仓促地去做一个决定 而是勇敢地将自己的人生归零 去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在娱乐圈 许子山或许有很多的遗憾 最开始因为长相不太符合东方人的审美 他演过不少反派角色 是一个不太讨喜的女演员 之后呢 他的凭借出色的演技 扮演了很多经典角色 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几身TVB的一线花旦之列 可惜多次陪跑的他 始终没有获得过失后 也令很多人替他惋惜 这恐怕也是他最大的遗憾 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 应该就是那部时装警匪片 《千行狙击》中 那个性格复杂 游走在情感和道德边缘的女律师 还有《唐新风暴》中的反派角色 当时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他也演过电影 还曾凭跟踪一片 赢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新演员奖 虽然要退出娱乐圈 未来不再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不那么好圈钱了 但是许子珊呢 对自己的个人经济状况 很是有信心 他说自己已经存下了一大笔钱 应该可以应付以后的开支 以后呢 也会靠自己的能力 再其他的收入 我想啊 这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未来 很有信心 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也有很多的技能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看出 他其实对于物质上的享受 并不是那么的看重 而是更追求精神层面 和个人的人身价值的体现 其实有很多人 也许不太满意 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可是因为种种不得已的原因 又不得不继续维持现状 最可贵的是 他从未放下自己的好奇心 从未失去自我 不管当明星的时候 有多么的风光 他还是会寻找机会 去尝试另一种可能 去学习 去充实自己 去挑战新的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